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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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会问我 喝红酒 白酒 香槟 甚至是加烈酒 或者是巴兰地 用什么杯最好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 做专业的品酒的人 我们都会用这一种 譬如很多人都会很喜欢用这一类 或者是更加大的 其实我们通常就不会用到这么大的 这个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叫做ISO杯 就是一般专业的 试酒的人 或者是品酒的人 会用的一杯 其实因为最主要它的形状 是刚刚将所有的香气 可以收集完 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地 可以闻到它的香气 如果是譬如你说 其他杯行不行 都可以 只要这杯就不是像 Martini那一类 这样向上的杯 这样的香气 就可以集中 给你一个味觉的享受 在鼻子里闻到 那就已经可以了 所以我通常就会用这一种杯 现在我刚刚第三个 就是喝一个 Kianti Classic Co 先喝一喝 再慢慢说它是什么 我现在喝一个叫Kianti Classic Co 2005年的 Quattabella 其实意大利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Tuscana 或者Tuscany 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叫Kianti Classic Co 很久以前 通常他们的酒 就会像草 用草包着酒瓶 这样的 但当年 现代来说 通常都是玻璃瓶 他们做出来的酒 通常一般就是 味道是很重的Cherries的味 很重的Cherries 都挺酸的 因为一般意大利喝的酒 通常都是配合食物的 例如吃Pizza 吃Cheese 有足够的酸度去平衡一些 比较肥腻的Cheese 或者是Pasta 或者是Risotto 意大利饭 或者是意大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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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去到意大利 喝Kianti Classical 例如Essential Face 去配搭一些Risotto 其实是很棒的配搭 其实它的余韵是一般的 就不会太长 这些酒都不会放很久很久才去喝 通常一般 我想你买了回来 不用放 立刻喝 用来吃饭的时候 立刻喝 就已经很OK 而且价钱也不会太贵 一般都是叫晚饭的酒 就不是用来收藏 或者是放很久来增藏 等它升值 我觉得这些就是一般 例如我们平时吃pizza 吃很多面 或者是吃一些意大利粉 都很适合的